現在最新的城市是怎樣的 具體一點我就不清楚 我只知道球場暫時就不用得了 還有有很多發電的設施 還有辦公室裏面很多東西都是摧毀了 暫時你們比較實質的應變措施會是怎樣的 都是沒有辦法 回復以往我們一向都是 因為起初我們都是在外面找球場練習 做回這個動作 相對是有些不習慣但都要的 可能在訓練上都會調較少 因為他們可能長途不死 可能有些住得沒那麼近 可能沒那麼方便 還有外面的訪真草 跟我們裏面的訪真草又有少許不同 一定是很濕落 第一時間都是跟女朋友和朋友說 就好像沒有做過家 好像自己家裡受到天災的感覺 那之後有沒有回去結中心看過的情況 今早要回去 要是看看同事 看看場景 要是拿回自己在中心的東西 始終我們來可能整個月都要在外面練球 準備一些運動的準備回來 因為球員都不知道 始終都是做回自己的工作 辦公室的同事就負責中心的東西 那我們的工作就是 練好球 準備來這樣的比賽 是 有沒有這麼習慣 現在周圍 都不會的 始終 之前很多球員都是這樣 周圍練球 這個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球場不可以再用 當然是很熟悉 因為三年來都是在練球 亦都在那裡付出很多 很辛苦 都不知道是 很辛苦 相比起 中心的職員 我們做的事真的少了很多 他們反而很辛苦 幫忙去維修 去修飾 去安排所有的東西 公司的運動 真的很多東西 他們是比我們更辛苦 我們只是改了球場面